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气温降至零下的朱日河联合训练基地 眼前的这20台国产自行榴弹炮将会在未来18个小时内 化昼夜对5个敌方阵地进行密集火力打击 600多枚跑弹将会淹没眼前的这片区域 那么近距离走进这次火力全开的实弹射击 将会有哪些震撼体液 现在在我身后这个6架火炮已经就位了 一会儿他们将要进行的是第一轮的试射 那我们现在就跟随他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22毫米自行榴弹炮 具有机动性强 防护性好的特点 而将要进行实弹射击的是南军旅的官兵 下午5点 实弹射击正式开始 那么防护性高的自行火炮 为何要在舱外进行拉绳射击呢 原来这种通过舱外牵出一根绳索进行的射击 是拉发试射 由于火炮在初次射击时 容易发生炸糖等事故 所以要先通过这种方式调试来避免危险 并且用试射的方式来校准各项数据 然而第一发基准炮试射的数据回传后 营长王波明显有些着急 刚才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吗 今天这个风比较大 然后这个偏差有点大 现在的风速应该是 刚刚测的应该是在9到10 然后高空已经到了18 19 没问题了是吧 没问题了 由于今天的高空风力已经接近十几 第一发试射的炮弹出现了偏差 官兵们迅速根据更新的气象通报进行调整 在接到导调组命令后 他们要立即对指定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12345号 换5号换5号 0号 他刚才是 都打进去 听见没有 下一发弹能不能打 下一发弹能不能打 修正完毕就可以打 好激动 这个烟味太大了 而且我刚才堵着耳朵 现在耳朵还是嗡嗡的响 刚才打那一发实弹的时候 我身体被光就震了一下 然后耳朵现在嗡嗡的响 就在记者还沉浸在火炮骑射的震撼中时 营长王波已经上车 下达了转移阵地的命令 前方攻击分队报告 敌凯极外分队已被压制 先运你连迅速按既定路线 向基本发射阵地转移 执行 刚刚进行完实弹射击的官兵们 还没有来得及调整 为什么马上要转移阵地呢 将来我们看到快车有战中意吗 炮兵在现在作战调验下 说白了就得要打得快 打得准跑得快 要不然的话 战场升行几率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现在反炮兵的武器 装备是越来越多 然后说白了在战场上的生存环境 越来越恶劣 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得赶紧停 停下就得打 打完就得走 相比传统的牵引火炮 营长王波他们操作的自行火炮 配备有履带 这大大增强了这型火炮 在复杂地形环境下的机动性 确保了炮兵们可以随时转移阵地 进行下一个目标的打击 我刚才没准备好 然后炮这一阵 包括阵的耳瓶 可是现在听着都有点嗡嗡响 其实你要是在里边听的话 外边声音会比里边要大 等我们实弹射击结束了 然后我带着你 然后真实让你体验一下 把这个炮兵的实弹射击 营长的话 顿时让记者对亲自体验实弹射击 充满了期待 但眼下记者要跟随营长 见证新一轮的火力打击 而根据岛条组的命令 这一次的打击目标和之前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叫直标射击 其实这个距离很近啊 这个距离大概也就一千二百米 一千二百米的距离需要用眼睛 用瞄准镜去瞄 原来一百二十二毫米自行榴弹炮 可以通过各种角度对目标展开攻击 之前官兵们进行的是 对远距离目标间接瞄准射击 现在他们要对一公里外 看得见的目标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这也是岛条组为了检验炮兵 能否对装备进行灵活运用 二方注意 预备 爆 前方这个12号车 然后你看它打中了 那个1.25公里外的 目标 只能放在烟 三方注意 预备 爆 刚才我看到其实打目标的时候 一个炮震倒了两个板子 所以说这个近距离的设计 一个是威力大 一个是瞄的 还是挺准的 直瞄设计结束后 根据岛条组命令 官兵们要继续转移阵地 等待对夜间目标的打击 等待期间 记者也终于有机会 零距离体验一下 炮兵实弹射击的感觉 钢盔带上 钢盔要带上 这是必要的防护措施 对对对 直接带就行是吧 直接带就行 哇 这车位还挺重的 来 第一方 瞄准了吗 瞄准人员出来 咱们先第一发拉发射击 出到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这个瞄准 正在准备实弹射击 一会我就要拉响这个栓 现在在装弹 去看 经过部队允许 记者将在营长的指导下 体验一次拉发射击 戴上钢盔亲自拉响炮栓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听到准备拉火了 好紧张 然后今晚就这样一个 就这样一个准备姿势 看着一会儿让拉 顺势猛了一下往后带这些 就拉了同时 就这样拉 对一个测空步 这样一个测空步这样 拉了同时把身体重心 然后这一会儿整个蹲下去 看似简单的拉发射击 原来也有很多门道和讲究 弄好了 然后一个口铭 我们拿这样 好 往后走 好了 放 好激动 还在冒烟 打到目标了吗 打到了吗 我想知道我的成绩是多少 打到了吗 打到了是吧 打到了吗 好 冲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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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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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炮兵真的是很厉害 我只是拉的最后一下 炮弹命中 全是我们班长在这个前期瞄准 然后让我怎么去操作 我只是拉的最后一下 这些技术活啊 全都是我们炮兵 十几个部门通力配合 然后做到今天这么准确的命中 我们的目标的 现在我要为我们的班长点赞 为我们的炮兵点赞 在近距离体验之后 记者才深刻领会道 要想实现对目标的精确打击 炮兵不仅要在狭小的炮舱内快速激动 并且瞄准 还要常年承受剧烈的震动和弥漫的硝烟 虽然拉栓只是一瞬间的事 但却能从中感受到炮兵工作的巨大挑战性 而近距离感受了实弹射击的震撼后 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一场火力全开的滔铁盛宴 即将开启 白天的实弹射击 已经让记者感受到足够震撼 那么夜晚的火力打击 又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我们现在要进行实弹射击了 看见那个远 这离我大概五十米远的这个小红点了 那个就是一辆坦克车 现在这个天空中特别的黑 然后在我头顶上呢 我还能看到整个银河 哇 现在炮已经开始放了 这是照明弹 刚才已经放了第一枚照明弹 那个照明弹的位置 现在在这个我们的需要射击的目标区域 然后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打实弹了 我现在感受特别深 他在打弹的瞬间我感觉到身体 我感觉到我这个脚下的大地都在颤 然后晚上看到的火光也是特别明显 比白天明显很多亮很多 这次实弹射击是18小时跨昼夜进行 夜间射击结束后 官兵们还要进行夜间机动 等待着第二天新一轮的实弹射击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五点钟 现在天气特别的冷啊 刚才还特别困 现在已经被冻醒了 由于昨天天上是飘起了小雪 所以现在室外温度已经低至零下六摄氏度 在我身后有一张巨大的伪装网 现在他们正在撤这个伪装网 昨天呢我们的官兵们就是在这儿也赢了一夜 来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 为了在跨昼夜射击行动中 能随时进行火力打击 官兵们就地在车旁速营 由于气温骤降 夜里还下了一场小雪 这个帐篷外边还有这个雪啊 可想而知 其实我觉得昨天晚上应该还是很冷呢 看 还有雪 现在已经收拾完了是吧 对对对 看看 里边也挺暖和 昨天晚上在这儿睡的 对对 冷不冷 后面冷看前面也还可以 大小大概两平米左右 然后这个顶就特别低 大概也就一米高左右 这么小的帐篷他们就是在这儿也赢了一夜 刚才发现我们官兵手上拿的水已经结冰了 我的天 看这冰 看见没 这冰 初冬的朱日河寒气逼人 风力也明显变大 那这会给今天的实弹射击带来哪些困难呢 现在太阳已经升起 接下来呢他们就要激动到我们的目标区域进行实弹射击了 和昨天进行的榴弹炮射击不同 今天老条组要考验官兵们为火箭弹的运用 子弹一样打出去 对 然后这样就是这个就是像火箭一样 对就像我们的火箭一样 对有火箭发动机点火打出去 这是它的不同 这个威力应该比那个榴弹炮要更大 怎么说呢 这个是打面状目标的 那个是打点状目标的 这个就是面积杀伤 这个我觉得打的话是不是这个更好看 更壮观 对 这个比那个要壮观 因为就像我们看那个 我们发射那个火箭一样 它的尾按比较大 看得比较明显 连发射的时候 像它的满管 十几秒钟就全都发出去了 啪啪啪一发一发就出现了 特别壮观 预备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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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 其实真的像飞机 像在我身边经过一样 那个声响还是特别大 感觉跟昨天的相比 昨天可能就是一瞬间 但是今天它是一个 这个抛物线型的 我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到 火箭炮飞出去的方向 是一个抛物线 然后特别清晰地看到 它的尾焰 在射击区域 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 火箭弹打出的方向 但因为是远距离射击 记者无法看到 炮弹打击的区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官兵们是怎么瞄准目标的呢 到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他们侦察兵的前沿指挥阵地 事实上 炮兵想要精准命中远距离目标 离不开一个神秘的岗位 这个岗位也被称为 炮兵的眼睛 因为他们现在穿着这个 伪装衣 所以我在远处 其实看不到的 看的就像旁边的 这一坨草一样 大家来看这个草和 他们的伪装衣 颜色其实差不多的 然后离近了 我才发现 这儿其实还有四个人的 班长 班长您好 在工作什么 我下来吧 听营长说 他说你们是火炮的眼睛 为什么这么说 通过我们侦察兵这一块 利用器材 便携式的器材 得到这个 针底坐标 目标坐标 然后报给指挥所 营典党那一块 然后再通过指挥所 下发到这个炮针地 再通过炮针地 来打击目标 原来炮兵想要实现 精准打击 需要分析地理位置 气象等数据 而侦察兵的作用 就是在前方进行 数据测量 并提供给指挥员 所以他们被称为 炮兵的眼睛 在后方阵地 是看不到敌方阵地的 所以要通过他们 在前方测量好数据之后 报给后方 然后才能做到 这个精准的设计 而为了给后方提供 最为精准的数据资料 侦察兵需要尽量 靠近敌方的阵地 而且每次潜伏 都可能要在地上 趴几个小时 我们距离敌方 大概的距离 也就两三公里左右 两三公里这么近 是的 在哪呢 就在那个 在前方咱们的 目视的地方 就是那个山坡 那个位置是吧 对 是的 哇 这么近 在实战中 正是侦察兵 炮手等各个岗位的 密切配合 才能实现对目标的 精准火力打击 那么在经历了 大风降温天气后 这次18个小时的 跨昼夜实弹射击 官兵们的成绩 到底如何呢 现在我们的实弹射击 已经打完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 这个露弹区 警长 这是咱们的露弹区啊 对 这就是咱们的露弹区 你可以明显看到 有很多的 像这样的弹坑 这是弹坑啊 对对对 这就是个弹坑 这么小啊 对 像这些都是 对 这些都是 我感觉在电视 电视里看到 它的炮弹落地的时候 炸成那么大坑 跟电视里看得不一样 对对对对 你实际的 因为它的口径在这摆着 它里边的装药在这摆着 它实际的爆炸 它并没有像电视和电影里那么大 而且说实在 它主要是靠 看 这是那个 这就是个弹片 这弹片啊 对对对 这么大 它主要是靠弹片杀伤的 它并不是靠爆炸 冲击波杀伤 榴弹的弹片 看 还挺沉 这我们的炸完的弹片 今天咱们的设计成绩怎么样 设计成绩 放眼望去 目标周边 很密集 很密集 很明显 这个要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去解释的话 就太多了 就是 总而言之就是说 今天咱们的设计成绩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 因为咱们这个弹坑的分布比较 对对 在这个目标周围比较密集 对对对对 目标也比较近 像这样的用我们俗称 基本上这就是叫进圈弹 靠近弹 在目标区内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弹坑 这也充分证明了官兵的射击成绩 通过这两天 我实地地看到了我们的打实弹 以及看过我们的密集分布的弹坑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的炮兵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要做到这么精准的射击 其实不是一个炮手就可以做得到的 它是几大部门 十几个专业通力配合的结果 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 还能做到这么沉稳的心理素质 真的是很令人佩服 虽然记者只短短体验了 两天炮兵的训练 但却能感受到 在精准打击的背后 是炮兵无畏严寒 密切协同的精神 他们的每一次魔力 不仅能锤炼自身实力 也必将带动红军部队的 突破创新 阅证 力量 借封 百分之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